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建議遠征啟程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要帶給大家的內容就是 專屬裝備的配樣建議以及注意事項 畢竟近海寧金以及流金寧金 這兩個強化素材都相當難累積 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隨便投資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有可能會讓你們落後其他玩家 那等等這兩種道具我會簡稱為藍瓜子以及金瓜子 至於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們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各種好剛的重要資訊喔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趕緊開始吧 首先兩種瓜子的主要獲取來源都是迷夢之獄 但藍瓜子可以透過鑽石購買 因此有缺的話可以稍微補一下 不過由於他只適用強化1-5級而已 所以千萬不要買太多 至於應急使用 而金瓜子除了迷夢以外 就只能課金了 因此千萬不要亂用 那目前遊戲裡角色分類的重要程度是 輸出大於坦克等於輔助這樣 畢竟關卡都有時間限制 所以只要扛得住 奶的回來就OK了 因此專武的部分 我一樣是最建議選擇輸出手 那由於每個人的課金程度 以及角色其實都不同 所以我會給你們幾個選項 再依照自己的陣容去思考 那第一位的話 我認為最重要的肯定是阿德 畢竟他是所有場合都能使用的優秀輸出 而且造價便宜 然後專武又能產生質變 所有個人會建議優先培養阿德 直到專武10等為止 因為10等的時候 會讓阿德的初始能量獲得600點 而阿德的傷害就是建立在大絕可以給予對手劍毒 接下來第三招才有辦法累積乘數 所以能盡早放大絕對於阿德來說 是相當關鍵的效果 至於15等雖然可以提升劍毒的傷害 但除非你是大課長 不然千萬不要 因為金瓜子真的很難取得 升上去的CP值完全不高 不如把這些資源拿去給其他角色 讓專武升到10等會比較好 因此等等所有的角色 就算他的專武15等不錯 一般玩家也千萬不要嘗試 接下來第二隻角色就見仁見智 如果各位有培養5月的話 那我就會推薦他 畢竟目前的使用率相當高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培養直到專武10等為止 畢竟每次成長都會讓下次的給予之武 額外多兩端攻擊 對於輸出來說是有相當不錯的提升 因此值得推薦 接下來第二位的另一個選擇是梅瑞特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 瓜子的重要來源是迷夢 而他就是這個模式的高分關鍵 所以非常值得盡早培養 增加資源的累積速度 那梅瑞特支援不夠的情況下 先強化到5級就算堪用 畢竟可以加快疊成 讓攻擊盡早變成真實傷害 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效果 而支援足夠的話 上到10等也絕對值得 因為他是每層提升至7.5% 所以累積起來是有感的 接下來第三順位蛇是柯林 他的重點一樣在於迷夢 雖然現在有了5月加入之後 上場空間有縮水 但依然是一隻值得投資的選擇 我個人會建議先加5 提升攻擊速度即可 至於加10的部分 要依照你們對我的狀況來決定 如果沒有更好的輸出人選 那麼柯林就值得加10這樣 接下來是輔助跟坦克角色推薦 首先第一位是阿勳 他的話我個人認為強化到加10會有感提升很多 因為持續0.1秒的暈眩 可以增加一定程度的推圖能力 所以認為阿勳值得加10 接下來第二位是卡卡 這隻角色的話因為登場率很高 如果有要打架 可以加10來解除控制狀態 但一般日常使用只要加8即可 至於為什麼會有加8這個建議 主要是因為加6到加8提升的屬性不錯 然後加10又不是必備的情況下 為了節省支援取得最大CP值 很多角色就會有加8這個選項 例如古王5級就可以獲得傷害回血 而升到10等會多5% 但前面有提到 只要坦度OK就不用硬升 所以他也是一個可以加8的人選 接下來阿勳的話是推圖跟打架比較需要的角色 但他強制一定要加10才可以 畢竟定身的持續時間變成6秒 可以大幅增加輸出節奏與穩定度 對要玩綠血的玩家們 阿勳要盡早培養 沒有的話就可以先放著 以上這些角色都屬於重點人選 至於順序的話就看你們自己的陣容與練度決定 但輸出絕對是最重要的 像是我的阿德在有專武的情況下 世界Boss成績跟沒有的時候 就差距至少200萬以上 所以在資源有限的時候 各位不一定要急著培養 可以適當的忍一下 也許效果會更好 接下來是常用熱門人選 這角色幾乎都只要加5到加8就好 再增上去會偏浪費 首先是奧曼斯 他的加10效果就算是一個陷阱題 大家千萬不要看到傷害吸血 可以增加坦克的續戰力就認為好像很強 但其實非常無感 因為素人神話家的重點在於延長倒地時間 強化武器只是為了增加屬性而已 所以加5到加8即可 接下來特米西亞的部分 因為加5就能提升1%的回血 而加10就只多0.2%而已 所以CP值相對不高 借羅萬的部分加10的效果 每場戰鬥只能觸發一次 真的無感 投資下去非常浪費 再來弗拉貝爾的關鍵在於 永久護盾跟基礎屬性 所以極限加8就好 至於加10提升的是其他召喚物 所以如果各位沒有看仔細的話 可能會以為是幫隊友增加 這個一般場合無法發動 只能配合荊棘 但荊棘後期不強 所以沒有加10的必要 至於荊棘基本上加0就好 因為後期不會使用 所以不建議提升 而剩下的角色就幾乎都屬於特定場合使用 可以晚一點培養 例如老羊就必須加10 提升範圍並且延長控制時間 然後雪女、薇拉也都是加10 那基本上光這些要養完就需要相當大量的時間 所以差不多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沒有提到的角色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留言給我 至於神魔的部分 已經有獨立製作一支影片了 反正四手屬於最優先加10的級別 那以上就是這次 我也建議遠征啟程帶來的遊戲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還有想看什麼內容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擊退哥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 下部影片見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